今天特別視察這個捷運工程區 那你今天要看的內容主要有哪些 今天來到捷運區主要是 經舉我們同仁相關的業務報告 那最重要的就是接下來的跨聯活動 我想一定會有龐大的人潮相關的運輸問題 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很深入的了解相關的狀況 然後擬定相關因應的措施 那希望在跨聯活動市民朋友前來 能夠非常的順利而且非常安全 其實我一直以來用人就是用人為才的標準 因為他有政府部門的經驗 也有民間企業的歷練 令英華委員他長期深圳教育 也有行政首長的經驗 又擔任過立法委員 兩位都是非常優秀的人才 市府團隊就是權力拚實證 你有消息也指出說英偉的人 是有蔣校園安排的 那綠你就質疑說這是不是家天下 這個消息完全不是事實 因為是跟我另外顧問陳國軍他們是舊士 透過陳國軍跟他聯繫肯談之後加入市府團隊 趙超康說到時候完全執政要把他恢復到市府團隊 您自己怎麼表達 我們支持任何強化國防的政策 甚至是要更積極更有效率的作為 因為這是保衛台灣的基礎 但是我們也要重視到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而且與對岸要建立良好的交通管道 讓台灣在國際的角色更重要 台灣更安全 蔡總統昨天開辦的議席延長議員 那兵役局有沒有什麼樣的相關措施 出不了解喔 台北市一南受到影響大概一萬多名 那地方政府其實是兵役爭調的執行單位 也希望中央對於這項政策推出之後 後續的相關詳細的配套措施 也能夠盡快的擬定出來 柯市長已經回絕您的這個出席了 那您又怎麼考慮 我們也尊重柯市長的決定 如果他改變心意我們也隨時歡迎 那太太會出席嗎 大家好像比較期待二寶的出現 但是坦白講還是要考量到 我太太現在目前的身體狀況 因為她預傳期也快到了 那跨年活動又是在比較晚 所以我在跟太太溝通 但很有可能太太因為身體狀況好 不一定會出席